澎湖马公的人工湖景区双湖园 最近有民众就发现了 这园区凉亭里面的石桌 水泥是大块的崩落 而且钢筋直接裸露出来 大家很担心安全 所以现在凉亭拉起了一道黄色的封锁线 像画面当中这样子 通报管理单位赶快完成修缮 白色石桌不仅水泥大块崩落 露出里面钢筋 油漆也已经斑驳 看了实在吓人 毕竟这可是供民众休息的凉亭 民众安全不能小觑 觉得蛮可怕的 不管是游客或是我们在地的 如果去到那边游玩的话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真的蛮危险 一定要重建整修一下 不会啊 就像果业一样长期不维修保养 就像没多久之前 果业那边就有游客 不小心跌下去受伤了 虽然很少再去 但是基本的维护还是都要去看 这里是澎湖市郊的双湖园 也是澎湖少数用来蓄水的人工湖泊 园区周边片植树木 平日是民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但现在却有民众发现 休息用的凉亭 里头摆放石桌 几乎快要崩塌 民众来去安全成瘾 因为这是军方的财产 他委托由农鱼局来管理 我已经在最快的时间 请我们的公务客 这边赶快去联络通知 所属的机关 我们来进行赶快的修缮或拆除 担心民众发生危险 凉亭周围已经拉起黄色封锁线 由于双湖园属于军方财产 已经通报所属机关 同意后尽快完成修缮工作 民众休息场所安全最重要 记者林静同 澎湖报道